白天 先回去我找找你光大石 白天 先上玩家 三 二 一 天亮了 竞选警罩 射箭玩家请亮灯 我发言前 请上玩家 有一号 二号 三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十号 现在时间是 三十七分 请一号玩家发言 那个先歇息一下 牛尔干家的军军 他说乐乐你好 我是乐乐 没问题 然后那个五号 人家是金水 然后我说实话 冲狼咽的 因为跟五号 人家之前就玩过一次 也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刚才感觉 五号人家状态什么的 可能会 如果是狼人 可能会被骗 所以咽的五 然后五号人家是金水 然后我也不太想说什么 因为毕竟这有混的板子 我也不太想说什么 五号人家就是 也许金水 可能是混的什么的 要试的话 那就该着 知道吧 就只能说以后再说的事 跟今天的也没啥关系 然后留一个谁 留一个 十一 十二 在顶下 是吧 还有九 留一个十一 留一个十一号人家 给十二号人家一点游戏体验 毕竟咱们也是都刚玩 其实刚才你好人状态还行 十一号人家 我不知道你拿狼人 是不是也能这么好的状态 那就暂留一个十一 毕竟我第一个发言 也没听到后者发言 然后呢 也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 如果跳好一个 什么哪是会儿啊 哪是冤者啊 什么哪是狼人 什么这那的你们就分辨就完了 对吧 你也不用说什么的 那个让我在这个位置去想太多东西 反正我是冤家是肯定的 然后至于霍尔和狼汗跳的再说吧 那没了 就这些 就留单留一十一 然后象征性的留一谁啊 象征性的留一个六号人家吧 然后我认为四号人家 三号人家其实都还行 二号人家不知道 因为二号人家特别做做开牌 跟四号人家有个互动 我看的四和三都还行啊 也不一定能看得准 只能说就是 以我自己的观感 然后那边也没怎么看 没了就这些吧 好吧 留一十一留一六 然后景辉留着看完投票 听完发言可能会改 但是也 就是不太一定 五号人家 我希望呢 就是如果你是好人 然后不是什么混啊 什么这那的 你就 一定能站我边就行 好吧 你要是混的什么的 那我也没办法 对吧 反正我肯定是原家验金水 没有就这些 二号玩家 我验了那个七十的金水 我验了七十金水 因为因为受不了 刚才听说李斯 就是打苦琴牌 然后七号玩家 因为刚才我们出去了之后 七号玩家出来了之后 他跟我说 我说你是什么 反正他只要告诉我 不是白痴我们就赢了吗 然后他傻兮兮的看着我 我就是白痴 所以他 然后我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不 发发力躲躲刀 他说 那让十号玩家 赢一把也挺好的 那是挺好的 你看我跟牛肉干都挺好的 然后刚才还有人说什么 怪我 怪我没有读 怪我没有读到狼 狼都是关系虎 能读的狼就只有一 读五是不可能读的嘛 你是乐乐呀 来来来来 在这边再盖一个 再盖一个 再盖一个 你乐乐是不能赌的 乐乐要宠着的呀 乐乐 乐乐能赌吗 乐乐赌你 你也是第一天就自爆了呀 就要爆乐乐 对不对 也无所谓 待会你们就打一 二七是双狼就可以了 别的没有嘛 对吧 因为我验了七嘛 大家也是知道呀 我也不可能去骗七嘛 但是七有可能会被我骗的 因为我们 私下的时候 七号玩家说过 如果我给他发金水 他是不会烦我水的嘛 但就看他会不会兑现我的承诺嘛 对我的承诺 当然我是愿家 他也是不可能白水了 你们别觉得什么 是我拿个老给七号玩家发金水啊 好吧 我就以后就验七 我就特别喜欢验七 好吧 你准备什么时候上 差不多就够了 说完了 说完喝吗 还是现在喝 对对 一整个柠檬 因为刚刚王宝宝破产了 所以我们现在加一个惩罚 就是喝一个整杯的柠檬汁 这柠檬不酸 一点都不酸 再来一杯 一点都不酸 很好 这个 我以为 我能吃啊 这不酸 一点都不酸 我为什么要吃 这真的不酸 没事 再来十个我都能吃 你给我倒满 这个不酸 这惩罚可太好了 过了过了 不酸牛肉干 下次你吃 我吃不酸 那如果你吃酸的话 一点都不酸 过了 三号玩家 不酸这个 啥 我验的四号玩家是金水 然后我留一张12号玩家吧 因为你这一句好像跟上一句不太一样 我就先暂留一个12 因为1跟2不是都跳了吗 我就在想 他们当中 有没有捣乱的好人或者是混子 我觉得捣乱的好人应该就先排除掉了 所以能做混子的只能1 因为在场上1号玩家是可以吃准 像有些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的玩家 他可以就是是混子混了他 然后给他发进水 比如说5号玩家 你刚趴在那的时候其实很像狼 但2号玩家就不是了 因为2号玩家你是看不出场上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是狼的 所以我觉得你只能是那个汗跳的 2号玩家你做不成混子 如果你是混子的话 你是没有那个勇气去起跳一张预言家牌 去给场上任何一张牌去发金水 这个是你做不出来的操作 但一有可能做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2号玩家应该是汗跳了 然后我的警惠6就先12 然后第二张 待会看他们退水的情况 当然我我思前想后 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一个都退不下水 真的一个都退不下水 那我不但他们两个是两个浪 我不知道在干嘛 好吧 因为我反正我验的4号玩家是精水 所以4号玩家在精水 待会也可以帮我那个分析一下 好吧 然后第二张警惠流我就先暂且就先不留了 好吧 我就就验一个12 警下的我希望你们能投票给我 然后没有了 验4的心路历程其实没什么 就是因为好久都没验它了 我拿了几次元家都没有验4 都因为各种4号玩家什么吃手刀 这样的原因都过去了 所以今天就把4号玩家验了 是个精水 好吧 我目前来说我比较偏向于是2号玩家是跟我焊跳的 1号玩家是读出场上某一个玩家是狼人 然后起跳预言家给5号玩家发精水的分子 当然那个读出他身份的有可能是5号 好吧 我过了 我目前偏向于这样 4号玩家 我都这样了还要出现 嗯 那个 我想这头套是要么是王成龙带过 要么是KS带过 王成龙确实牛逼的 刚刚他那个进来第一句话是问我跟3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平民被敏爆了 确实是不错的 我占面3啊 3 罚我精神我占面3吧 你以为3也不能是混子吗 因为前面跳两个人 那3就是狼或者愿家 我底牌是白痴 我拍身份占面3 我觉得3应该不骗我吧 我白痴我占面3 1跟2我跟3观点倒不太一样 我觉得2像霍尔1像汉跳板 因为2号玩家他是预言 不是他是汉跳 那就只能打27是两张了 不太像 你觉得27是两张 2不会直接锦上把7卖了 像是2混了7吧 你看他们退水情况嘛 那个 但退先退那个也不一定 就是霍尔 有可能是狼刚整 因为2先要听7的身份 我觉得2比较像霍尔 那2的发言 铁不是愿家 因为他的发言里 1.7是混的 思考量没有 他说7铁不会反水 这个那个 那这个板子 7不是经常拿混血儿吗 7怎么不能是混血儿呢 2发言就铁不是 3跳之前 我觉得12 离1还行吧 那现在可能1是汉跳 2是霍尔 我觉得的 因为2是狼 他就是27是两狼嘛 两个裸狼 那8号玩家干嘛呢 就就起来把7号卖了 没必要我觉得 那或者就像上一期一样 就干嘛 鸵鸟狼啊 是给7个好人 发个精神 像上一期的那个 我一个狼队友 我没了 我白痴战变3 然后 然后就这样吧 过了 6号玩家 其实3号玩家发言 我不知特别想站3 我想打 痛吹一番3号玩家 但4号玩家 跳了个白痴 而且把我想打3号玩家 发的严 基本上都发了 差不多都发完了 因为3号玩家既然觉得 什么1 2 什么都推不下去 首先这个事情 难道真的会1 2 最后跟你一起高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挺 就会这么想的 就挺奇怪的 其次的话 他眼里没有这个7 因为3号玩家 你的确没怎么聊到7 我是觉得 你自己是个原家 不管1跟2 谁给你跳嘛 2号玩家至少 要么他有可能是个混子 混了7 对不对 也有可能2号玩家 就跟7号玩家 就是两刀狼人牌 也有可能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没聊这些 但是没关系 4号玩家跳了个白痴 井上这么先之位 就跳了个白痴 我是觉得 就3 4是个同身份 我觉得3 4是同身份 我觉得3号玩家 就是应该不敢 也不会 应该也不太好意思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拿一张狼人牌 去给4号玩家 一个好人发精髓 所以我觉得 3 4同身份情况 4号玩家既然跳了白痴 替我们场上好人战鞭 那我就战鞭4号玩家 先把这个3给占了 就把3给占了 1 2 2 听他们几下 看有没有退水 然后听另外一个怎么聊 我们去判断是个狼 还是个混子 然后是狼的狼 还是这些事情 我们等会儿再去聊这些事情 井上不必聊太多 我站3过了 7号玩家 我觉得那个 3 4 6都是狼 2号可能是个混子吧 1号远点 因为 就首先确实 你看6号玩家 聊得也挺好的 他说3那个位置 他对于2号 以及发5 7号真水 都没有什么定义 2号玩家是这样 2号玩家一会儿 要是退水了 就是狼 他要在井上 刚刚的 他就是那个 那个混子 那2号玩家就是狼了 那就是 那不能是 那应该不太能是 2 3 4 6 那有可能是 反正2号肯定是狼了 对吧 然后那个 6号应该 是狼 就是因为 因为单从那个 独立的那个狼人发言来讲 那个 6号玩家这个位置 他去聊 他已经聊出来 3号哪儿不好了 然后因为4号确实跳了白痴 但是 4号跳了白痴 你为什么就去站3号编呢 因为4是白痴 他又不是3号 第一个发言 给井上的4号 发了金水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明 3 4 9 一定是同身份 你也不能 因为4号是白痴 就站3号是那个原家 我肯定是站1号玩家编的 然后那个 2号 2号就肯定是狼了 对吧 2号玩家发我金水 然后 其他的没了吧 那就是 其实4号这么早跳 反正 因为我倒没觉得4号一定是狼 那反正2号退水的话 那反正就是先把3出了 那个2 6 设计台就完事了 好吧 然后我再说一下 那个我们那个 那个苦牙推荐的那个 巅峰狼人 然后现在就是在内测阶段 大家可以领一些那个礼包 同时呢 那个还会获得很多免费京东卡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抓紧下载一下 没了 我正面一 我过了 8号玩家 8号玩家发扬 那我没明白 其实发言啥意思 故意了爆想死 想吃大犊子 因为你先说 3 4 6是三郎 然后又说 2号退水是郎 2号退水是郎 以后你就说 4又可能是真白痴的 那可能2 6是郎 那你这在短短的 两分钟的发言里面 自己反复的打自己脸 打了两三次 那我觉得 你发言我不太能接受啊 那先把这个7抛开 就分约假吧 我肯定愿意站边3啊 我肯定愿意站边3 可能在之前 如果说 这个大日赛不是这一局 而是上周或赛之前 我可能都不会去 有这个判定吧 因为1 3的发言里面 我其实没有太听出来 但是今天4号牌 接了金水 跳了个白痴 要站边3 那我觉得 联想到 啊 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以后我都觉得 好像是 就是3不太能骗4了 3不太能骗4 因为毕竟 刚才刚共换蛋完事 然后 那4号牌 我觉得呢 是个白痴的情况下 那3可能是愿嫁吧 至于这个6啥的 我都没没太听出来吧 身份没听出来 但我是觉得7 聊得很奇怪 我是觉得3号牌 你可以验一下这个7 也到2号牌 不知道 后面再听发言吧 反正景上的话 我觉得 我可能会占 占3 因为4吧 嗯 而且你人家4 跳了白痴 你是白痴吗 你就拍人家 你在干嘛呢 我没明白 我过了 10号玩家 先 感谢小伙伴投食 然后这个 哎呦 送我的我都没念 还得帮木木念 他没上井 因木木入坑 PandaQ院 在大师赛上 玩得开心 李斯的谜底 歪哥的谜底 歪哥的谜底 他这 这写着卡片的人 就字迹不太清楚 不重要啊 没事 就说到哪了 哦 他们对跳了 我 我本来是要站边一的 因为3号玩家 为啥要咽4号玩家 你晚上把他排 看一看不就完了吗 哦 好人 好人 从头到尾都睁不了眼 是吧 所以晚上没有动作机会 那你得是语言家了 这个逻辑就捋通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你晚上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后面想想 好像是 是 是 哎不对 预言家 预言家睁眼 那也对吧 也不用看了 就 我是觉得1号玩家发言 比3号玩家好 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谁是 就是 反正从预言家发言来说 我觉得1号玩家好 但是4号玩家跳那个什么白痴了 我又不知道了 好吧 他们稀里糊涂乱七八糟 一说可能3事 我反正先跟着大部队走嘛 都说3事 那就先跟着3走呗 对吧 你要站坐边那也肯定4号玩家责任 4号玩家总不能狼跳个白痴 去去去站边自己狼同伴 那是什么什么打法嘛 对不对 别的我不知道 那就就就这样呗 大家吃好喝好 我这反正瓜子又没了啊 就就就这样 从这打好玩家这捞一点 瓜子挺好吃 今天大师赛还能吃瓜子 那真是 确实这个赛事质量 非常的好啊 就这样我 我我我重申一遍 最后个结论 结论重申一遍 1号发言比3号发言好 但我觉得3号玩家可能是预言家 好吧 就这样过了 反正结束 就是玩家请在灯 人在井上玩家有 1号和3号 其余玩家请在倒数后投票 3 2 1 请投票 你这是什么呀 你上井了吧 9号投票给3号 5号 11号 12号 投票给1号 1号玩家当选井长 3号玩家请别登 警长选择 昨夜 平安夜 警长选择12号玩家发言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觉得 确实1号玩家 比3号玩家发言要好 2号玩家做不起一个预言家 因为他连就是留什么 警徽留啊 等我去验谁 他都没有说 就纯属在闹着玩 所以我就觉得 他在我心目中 做不起一个真的预言家 然后3号刚才说 来验我 我欢迎来验 然后说什么 因为我的状态不一样 我觉得你的这个说词 让我觉得有点敷衍 没有什么实情证据 我就是没有上线 我上回也没有上线 我怎么就不一样了 然后就感觉 你不太能做得起一个真的预言家 而且且我觉得你的队友特别多 在井上的时候 在井上的时候 你的队友特别多 从4号 6号 然后这个8号 包括这个10号 虽然说1号发言好 也是占你的边的 基本上全部占你的队 因为我觉得1号是没有队友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 你是狼人 你的队友多都在帮你带票 所以我选择1号 过 11号玩家 我是觉得 我没太听懂大家的发言 其实 因为 从6号开始说 说 那个我想打3号的点 这个4号都已经 说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跟3号走 就是这个6号是要打这个3号的 就是因为这个4号 他跳了一张白痴牌 跟这个3号占边了 所以6号就说 我就相信3号是一张预言家 这个4号晚上是一张 就是就是一张白痴牌 他也不知道这个3号 是不是一张真预言家呀 对吧 然后 从那里开始 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 嗯 我不太相信 我要 因为4号 所以占边了这个3号 这个 井上好多人都举手了 然后这个3号给后支卫 甩一张名账 勃勃力度 我觉得这个 这个甩中预言家的概率 很低的呀 我是一张狼人牌 我也可以去这么博 大家完全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4号 所以站3号边 我我理解不了这种 这种可能 我我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功力 我理解不了 所以的话 我而且全场都在 踩这个这个 要要跟这个 而且我我比较信任的 10号大神也说了 说我觉得1号发言比3号好 所以我要信3号 我我更理解不了了 我我确实 我觉得我不能再被大家骗了 我我我 我要坚坚持自己 我是一张好人 所以我投给1号 我觉得1号 尤其又先发言 没什么问题 我听不出问题 呃过 我信1号 10号玩家 哎 这很快哦 井下都投给1 井上都是狼 4个好人 8个狼 9号是啥呀 因为我听11事2发言 你们的核心观点就是 反正跟3当兄弟的人 太多了呗 反正跟他当兄弟又没什么道理 就4号玩家硬跟他做朋友 所以大家都要跟3号玩家做朋友 那本来就是嘛 那4号玩家说他白痴呢 我们只能跟他做朋友 不然 不然怎么跟他对着干 所以 从发言 发言上来说 确实1号玩家比较好 但可能1号玩家 受制于2号玩家 在他后面搅混水 反正2号玩家 就是搅屎棍 1号玩家 发言发得好好的 2号玩家什么 跳起来给其发精水 就把1号玩家 发言忘了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都忘了 1号玩家 发言好在哪了 我也 没办法帮你们说 为什么1号玩家 发言好 我就跟着大部队走 那你们三个在底下 都投给1号玩家 都用同样的理由 那就很怪 对吧 所以我就听听4吧 因为 如果你们要投给1 你们当中 起码得有一个白痴吧 对吧 11 12 5 你们也没有白痴 那人家白痴站边了一个 那总归有理由了 对不对 那白痴站边一个人 说他是原家 那我们 没白痴那个身份高 那就只能先跟着白痴走 那要错 那也是白痴 白痴的责任 那一般一般小屁民 不都干这个活吗 所以我就站边3 对吧 但是我又觉得 什么5 11 12 1 是4个狼 哪里怪怪的 所以不是2出了问题 就7出了问题 反正当中有个人出了个问题 我也无所谓 你们谁出了问题 对吧 我觉得反正就 就什么 5 11 12 1 4个狼 晚上起来说 祖祖起来一看 没事 那就我跳吧 然后三人在底下就硬冲 那也 是不是稍微 稀凉了一点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肯定哪个环境出了问题 我觉得可能5号玩家出了问题 好吧 反正把什么2 7 全是2 都是你们的人 好吧 我先跟着4号玩家 滑一滑 我觉得11是个狼 是因为状态差的 就是上一把 还是好人嘛 然后就感觉状态 和上一把差别比较大 这把是没头枕锁的那种 不是那么有底气 然后我觉得3号玩家是愿家 4号玩家 井上翻也很像个狼 就是说半天3号玩家的问题 然后说那行吧 4号玩家你白痴认了 我就跟他走 你也不太盘 3号玩家会不会去骗4号玩家 对 你今天8号玩家 我觉得井上翻就很正 对吧 3号玩家和4号玩家 经过刚那一番 翻云覆雨 就他不太会去 不太会去骗4号玩家 那你对吧 你认为4号玩家是白痴 你没有讲出这个理由来 你只是说相信白痴的判断 7号玩家老骗子了 就跟你一样 就观感觉怪怪的 我感觉应该是2号玩家是个混子 混了7号玩家这种类似 然后狼116 1号玩家 我觉得1号玩家 主要没占面衣的原因 是因为1号玩家 对着5号玩家说 冲着狼验的 然后验出来是个精髓 我就觉得 诅咒这个 我觉得不太会去 他看出小姑娘是个狼 还要去摸小姑娘 这个不是诅咒大人的 这么一个风范 总有风度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验 他要是看出来 他是个好人去验一下 我觉得都能接受 他在看5号是个狼人 还要去验5 觉得就很像去骗5号 小心一点 你要是好人的话 1号玩家可能在骗你 我都单纯到观感而已 诅咒那么帅气 然后对吧 叫什么 那个词叫什么 那肯定跟嘛 对吧 你跟 我觉得 我比较相信你 你告诉我 7号玩家是不是好人 你告诉我 然后我听你的 如果7号玩家好人 我就在听7号玩家的 好 那就这样过来 8号玩家 首先边缘肯定是站3 因为1一定是汗跳 汗跳的原因是 他都睡着了 你说是一个渔家 都没有团队 只验出来一个人情况下 这一轮发言这么重要 他肯定得认真听 听听谁像狼 谁不像狼 那他睡觉了 他能是渔家吗 这狼才是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狼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觉得酒疗的挺对的 就诅咒作为一个渔家 他咽不到这个舞 这京城大日赛 能不能有人情世故吗 对不对 刚才这2号牌 吃刀了毒人 都有人情世故呢 那1号牌 这也是老玩家了 然后 有一个问题 醒了 他们前面都说你是狼 11 12 90都要出你了 已经 基本可以 那啥 要不可以自爆了 然后这个 有这么一点 想说一下 因为你11 12都没有跳白痴 那后这位5号牌 你也上票给了 这个1号牌 那你 能不能跳白痴 因为9没跳 10没跳 6在井上认了 这个4 7也认了4 2号牌 在井下场外 投了一票3 那他也跳不了白痴 在场上 你们现在不信这个3的情况下 你只有5 11 12 三串牌跳白痴 11 12都没跳 你能跳吗 那你跳不出来白痴的话 那你就是不信任这个4 觉得4 站边能力弱呗 人家跳了个明白痴 去站边3 然后 还觉得不行 然后11号牌 刚才提出个质疑说 那为什么4号牌出 站边3 就站边3 理解你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他们比较熟 就是他们经常经历 那种深入交流以后吧 是 互相定身份定的很准 因为他俩已经一起玩 蓝沙玩了七八年了 对 彼此很深入 对这个沟通以后 4 因为我是把4认下来的 你们都没有跳白痴 那4现在是不是得是个白痴了 他是个白痴 他要跳了个白痴 再去站边3 那我基于对4的信任 我愿意相信这个3了 包括我也数了 一一验不到这个5 然后刚才九号牌 问一个问题说是 我觉得7怎么样 我觉得7不怎么样 那七号牌在井上 胡言乱语 就能怎么样啊 我是觉得 你也别拜这位验人了 你以为你验完嘛 就这个二和七 咱还得定义 你整不明白 就是我感觉在俩里面 肯定是有一浪一混 但谁是浪谁是混 现在我感觉整不清 你反正你就在这里面 我觉得你可以和解和解 因为8号强调了 4号底牌 是不是白痴的问题 那我就跳 我是白痴 因为井上 我跳的话 其实是没意义的 因为你们站边 肯定不能根据 4号是不是白痴 去站3还是站1 因为4号底牌 是不是白痴 跟3号和1号 谁是原家 其实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而且井上 井上在我这个位置 其实我分不清楚 二三四里面 谁是那个混子 那其实很显然 现在3号是那个混子 因为前面你像8号 就如你们8号 包括9号10号所言 你们觉得三四互相比较了解 那3号怎么可能去验死呢 3号肯定验不到死 所以肯定就是1号真原家跳了 2号给我 因为2号底牌 因为2号退水 他一定是狼 他是混子 他才会在井上刚着 2号给我7号发金水 3号混子起跳 给4号发了金水之后 2号知道 对于24位狼同伴嘛 所以4号那个位置 他就汗跳个白痴 然后因为2号退水了 所以因为4号底牌是狼 所以2号发现 3号人家是个混子 所以他就退水了嘛 就停下来那个事 然后那今天肯定是 因为今天肯定不能出三 因为3号底牌一定是个混子 那今天就 因为我首先 我底牌是个白痴 所以今天一定是出四 或者出二也可以 首先我的底牌 就一定不是个混子 因为我如果是混子 在2号给我发金水之后 我这个位置再起跳 我哪怕发1亿的金水呢 对不对 首先你们排除 我底牌是混子的问题 那我的底牌 要么就是白痴 要么就是狼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张狼人 再接了2号给他金水 那我其实能做的操作 也可以更多 那我井上 其实我觉得 因为前面4号跳的白痴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 有人汉跳了一个身份 你真身份 其实不用排 然后现在 但是我这边跳的原因 是因为 8号试图 通过4号底牌 是不是白痴 来去劝说 1112 我怕1112那边 因为1112 我觉得现在都是好人 因为他们 他们刚才投票投给1的 我觉得 1112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 不要被8号这一点 说出来那个 是不是白痴脸 骗了我才跳出来的 那就是248 那90里面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张狼吧 因为你们两个都去站边3 而且10号说 不是 因为10号发言比较过分点 是因为1号 1号是那个 你觉得1号发言好 但你觉得3号什么 骗4 因为不可能 3号是原家 就不可能骗4 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 对不对 那就看1号归票吧 归2归4都行 我过了 6号玩家请拍 那排一下呗 对吧 一个人在我前之后 给我起了很大的 一个这个思考量 那7号玩家身份三种 混子 狼 乙真白痴 对吧 三种吧 我们看哪一种 7号玩家如果是个正白痴 警商为什么不拍这个4呢 因为他不是直接骑手 就说3463老吗 我就可以拍4啊 所以我想 又先把这个 白痴给拍了 那就说剩下的是一个混子 混子的话也只能是狼混吧 因为4号是真白痴 那只能是狼混 狼混或者狼 两种身份 如果他是狼混 那你2号玩家是 是啥东西呢 我想一想 7号玩家如果是个混 7号玩家是个狼混 那2号玩家在干嘛呢 狼混 2号玩家假设 2号玩家是个狼 给狼混发了精水 3号假设 3号玩家是我们认的预言家 1号玩家也是个狼 1 2两狼 意思3号玩家 井上盘的那 还有可能是对的 但我不太觉得 那就说2号玩家 如果他是个狼混 2号是狼的这个格局 感觉是有点怪的 那如果 7号玩家是一个狼 2号玩家是个混 那我觉得 那7号玩家在我这边 我觉得是个狼 我这么盘 我觉得可能是个狼 对吧 17两个狼 2号玩家是个混 5 11 12 出生下两个狼 对吧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吗 4号玩家在排行法吧 我是比较相信 4号玩家是一个真的白痴 然后呢 井上战边理由 也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虽然我觉得3号玩家 井上起跳的发言 不如我的心意 但是我相信4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不想再说 其他的为什么相信4 然后订票的话 3号玩家可以在 那个比较靠会的位置 3号玩家把票 3号玩家直接把票给结了 就票直接订了 就不要等那什么2跟1 我觉得2跟1都是坏身份 好吧 你直接把票给定了 过了 5号玩家 我信1是渊家的原因 是因为他给我发金水了 所以我信他 这不是 就是我觉得在我这里 是个很正常的一个理由 他给我发金水 我知道我自己底牌 我肯定信他 但是他刚才睡觉 真的让我很失望 我相信如果你真的 不是我是觉得 你如果真的是渊家 就带我赢 我真的很难过 你睡着 是我心拔两拔两的 我心想说完了 然后说到白痴这个 我倒是 行行行行 我倒是比较相信7号 因为我一直不能理解 为什么4号要跳白痴 他不是上井 不是抢 谁是警官 谁要跳预员家 然后他上来 啥也不说 神的身份在我这里 不是应该隐藏 这好好的才对 他上来 先把自己说 我是白痴 然后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至少我想不通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井上 而且还有人给你精髓的情况下 你自己跳到说 我不是平民 我是个白痴 我是个神 然后如果狼人知道 我告诉你 我是神 你们来当我吧 我就想不通 所以我就觉得 在第一局 什么而且很安全的情况下 跳到自己的神 神的身份牌 我就理解不了 对 所以我暂且会相信 七号是真白痴 对 然后如果一号是真的 预员家 就 就加油 过 四号玩家 谢谢爱宝 海燕 军军 跟逛逛的投手 很难 都让我今天补考加油 感觉补考又要挂科了 很难 那个 我先对话五吧 我觉得五相好人 你的疑问 我给你解答一下 因为如果我不跳身份 他们会打三四 是同身份 那么我亮出我白痴的底牌 告诉你们 也是希望外之位的好人 能更相对容易的 站一点 站边 因为狼肯定会说 三不会骗四 所以三四是两个狼 那我亮明我的身份 我不是狼以后 是不是大家就相对 能站一站三的边 但是我觉得你呢 刚刚也有犹豫 那我觉得因为这把不好打 我跟十一十二也对一下话 我不知道具体里面谁是狼 但我觉得可能不开两张 那么你们里面 可能有好人站错边 那这个板子 我们打的是混血儿 那假设有混血儿 混血儿的意思就是 他认一个榜样 可能他们狼手里 现在拿着警惠有五点五票 所以你好人有投票的 我们就会输 那我结票是想结一 那我再说一下 为啥想结一 这是因为我对七号玩家的身份判定 假设七号玩家在内柜 因为一一定是小狼 对吗 一号玩家守住 一条一 投出去铁是小狼 因为混子处在二跟七里 那假设七号玩家 他的底牌为混血儿 他底牌为小狼 就不应该他来跳这个白痴 那二 他警商给二传递的信息 已经很清楚了 那肯定是他低话给二二来跳这个白痴就行了 那么我觉得有可能七位混血儿 那我接着再聊逻辑 为什么七号玩家是狼人 因为他打的狼 他打的逻辑是三是混子 我是小狼 二是小狼 那么这个格局在井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你们看 井上是一二三连着跳 那二四假设是两个小狼 三号玩家为混血儿 他没听过榜样我四号的发言 怎么起跳呢 对吧 三号玩家得是混了我吧 那前周围两个人跳 他没听过我发言 那他是狼是不是得听听我发言 他凭什么起跳给我精髓呢 所以七号玩家打的二四小狼 三维混血儿的逻辑 一定是报匪逻辑 对吧 这个这个能懂吗 试一试啊 你们再思考一下 因为七号玩家 他是相对比较少犯错的 那么他打的二四是两个狼 三是混血儿 你们想一想 这个逻辑是不是不太成立 对吧 井上一号跳了 二号是我狼队友也跳了 那么三号玩家 在没听过他的榜样 我四号发言之前 怎么能起跳的 你们再想想 可能你们不太明白混血儿跟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玩过没有 就是混血儿选择一个玩家为榜样 那么他的 我知道就好 好吗 你再想想 好吗 再想想 我觉得我能说的也说了 五号 我觉得你好人 但你站错边了 你再想想 一不是什么好东西 乐乐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吧 没了 今天出乐了 把乐乐 把乐乐投死 投死乐乐 好吗 听三个订票 三最后订票为准 但是我建议就投一 因为一是百分之百的小狼 而且你也验不了人了 你晚上没警惠就死了 所以也不好打 就这样吧 好吧 过来 三号玩家 我其实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 跟六跟四 因为你们盘的是 我已经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那个 我是冤家了 就是二七里面 谁是混子和狼吗 首先我觉得 二号玩家不能是狼 他只能是混子 因为七号玩家 在他眼里面是未知身份 他经常一定不敢 给七号玩家发金水的 对吧 就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警下 所有的人 那十二号玩家 你提出的那个问题 就是警商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站边 我是因为四号玩家 跳了一张白痴牌 那七号玩家 如果他成立为真白痴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关系是 三四是一个阵营的 七号是帮一号玩家站边 所以一七是两个阵营 不存在是 那个中间有置换 所以七号玩家 如果他是真白痴的话 他警上就一定拍死了四号玩家 让你们方便去投票 如果他是一个真白痴 就一定会为好人好 告诉我三号玩家 发的金水 四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 告诉你们警下的好人 我是一个狼人 是狼人阵营的 让你们去投一号玩家 但他选择了在警下跳身份 他就一定不能是那张白痴牌 你们所说的 警上去站边我的牌 那他们不是都说 我发言不好吗 他们是因为四号玩家 他们认为我们两个是共边关系 所以才去发那个言 说我发言不好 去站边一号玩家 我确实在这个地方 可能对一二号玩家的身份 判定可能出了错 所以导致警上的六号和十号 两位玩家 对我的这个发言 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没准备好 二号玩家发言 就到了这里 对吧 所以我现在 其实想 我想的 其实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 今天节票出的是一 二七里面一定是有混子和狼 对吧 所以没关系 因为他们肯定是绑定的 一二七他们是绑定的 我只想跟外周的好人说一下 五号玩家 是这样 我其实很难就是跟你解释 为什么那个 我不知道 因为你刚刚都还问 那个混子干什么的嘛 所以我就很难解释 那我只能跟十一和十二 还有五来说 目前来说 你只是要 就知道七号玩家 如果他是白痴牌的话 他就一定会在锦上说明 四号玩家 不是那个白痴牌 因为他不会让锦辉 这个锦辉落到坏人的手里面 因为现在我是预言家嘛 我没拿到锦辉 所以就意味着 如果一号玩家出局了 我明天很有可能 报不出来这个验人 但如果我有锦辉的话 我就是可以把这个锦辉 飞出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 通过四跟七的身份判定 能判定出我三号玩家 那二七肯定是一个狼 一个混子嘛 那就不管了嘛 然后晚上我自己随便验 好吧 看完票行一会随便验 我几票一啊 好人信我的 就跟我出一 今天就一三的轮次 他待会再掰票 四七什么的轮次 就不要管 就一三的轮次 好吧 我过了 二号玩家 这集我看过 你又不会又是什么 踏实狼 八十倒狗狼 七十混子 这集我也看过了 能不能换点新一点的 稍微新一点嘛 那个十二号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啊 因为你求知欲 你等会压个手就知道了嘛 那个五怎么是好人嘛 五号玩家从来不担心 一号玩家骗他的 他不能骗你嘛 你和他是 就是特别好的一种关系 他说我听七是白痴 还分不清楚谁是冤家 七都是白痴 四跳了白痴 谁是冤家 那不就肯定是 那他撒谎了 他怎么可能是嘛 这集我也看过嘛 反正冤家没顶回 我们可以大幅度的缩减一下 那个十一肯定是狼了嘛 因为十二号玩家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发什么言 十二号玩家 很迫切的想知道 我们在发什么言 你等会 因为他等会 你只要投票了 我们就输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压个手嘛 等会八号玩家 肯定是会投那个的呀 因为这集我看过的呀 这续集 你别 你有本事别变票吧 这集我看过 我已经说了嘛 这集我看过呀 观众朋友们 怀看一下 有可能是上一集 哪一集我是不记得了 我也不是混子 我是好人 因为这我差不多 我想 我想搏一搏 七号玩家是好人 但是这个剧本就一定是 你知道吗 不行了呀 这老套了呀 七号玩家 时代在进步呀 好不好 别的没有什么 等会好人 那个那个 那个十二号玩家 你现在是听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五票 因为他们四个狼 对吧 四个狼 加上一个混子 加上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等会他们就直接绑票了 就把三号玩家投了 随便砍一个 就直接绑票了嘛 这个 你 我们换句话说 你一个人在井下 是一个好人嘛 比如说你站边他 那五号玩家 就是他验的精髓 你也不怀疑一下 十一号玩家 是不是狼吗 这是没有关系 等会投个一 我们等会就看 怂哥怎么投票就可以了 等会我就拭目以待吧 因为怂哥 一票倒勾 等会 这个连续剧是拍不下去的 你知道吗 没有关系 我是好人 我也不是混子 所以我知道七号玩家 是混子嘛 因为每次街外吹牛逼的时候 就特别想表现的时候 他逼逼道道就要说很多 怂哥每次就是那种 差不多 不知道 就是好人 怂哥这一轮 哎呀 那力发的 哎呀 哎呦 该打的老头吧 都打 怂哥你以后发言 我有一个要求 不要让弹幕听出 你是什么身份 好不好 你反正 怂哥你有本事别投 别跟着一号玩家投嘛 好吧 你也别失望 对吧 因为小姐姐 你本来就是 演技 这位是北影的掌门 好吗 好 别的没有了 等会我就投个一 好吧 我希望八号玩家不是狼 是我恶意的揣测 好吧 那二号玩家的意思就是我是狼 五是狼 八是狼 十一是狼 七是混子 是吧 那首先不是你们就发出这种言是啥意思呢 因为我就依稀听了九号玩家今天警下的一句发言啊 因为他说到七 我印象中 我可能记错了 因为我刚才睡梦中 你是跟八说了一句 说那七是什么身份 我听你八号玩家定 对吧 首先那你不是应该是站编他的吧 对吧 你是站编三号 你给三号玩家投票的 对吗 那么呢 八号玩家呢 七号玩家是站编我的 这是第一点 八号玩家 在这场上的人 听完了警上八号玩家发言 那不报匪还是什么呀 他说七 你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三号玩家你去验眼七吧 他跟你站编不同 对吧 跟你这那不同 你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不就一秒他是狼吗 验他干嘛 你站编三 所以开始我甚至都认为是三七八九 四是那个白痴 但是四号玩家今天发出这样的言 你就爱是什么是什么 跟我没有关系了 因为你从来没有盘过七号玩家 是不是阴阳倒勾我 你呢 就认准一条道理 就是三号玩家给你发金 如果你是白痴啊 你就认识三号玩家给你发金水 他就一定不会骗你 那你就死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我也不会去拉你 如果你是白痴的话 你发出这种言 我就觉得没啥意义 因为九号玩家 你是凭什么认为八号玩家 说什么是什么 去定七的身份 你自己定不了七吗 那八号玩家能定七 告你了 他让你所站边的预言家去验他 因为我不太想盘十一十二 景上 这个世界上除了七号玩家 没有人站我 没问题吧 包括十号玩家他都没说我是一定说站我站死了 对不对 那么呢 那如果他们井下有狼人 十一十二 因为五是我的金水嘛 十一十二有狼人就冲啊 那为什么还要报公我给我投票呢 所以我不会去想十一十二 六号玩家 你不是说井上不站边三吗 那井下你怎么又站边三了 七号玩家给你这么大思考量了 你思考了半天思考那是什么是吧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验九 如果九号玩家好人六号玩家你去跟二号玩家进行PK 好吧 我相信如果你是好人能干得过二 因为二号玩家这发言 他说七就一定是混子 混的谁啊 他为啥是混的 八号玩家更报匪的点 告诉你 说二七里面一定出一狼一混 他不站边我 那他是我狼同伴 我跳完了他跳啥呀 对吧 那是我狼同伴 井上不拍四号玩家 井下拍四号玩家 能不能换个人拍啊 那井下不跳就别跳了呗 所以说你们发出这种言 这二七里谁是混的 不知道 说我是狼的情况下 二七里谁是混的 谁是狼不知道 那还要怎么报匪 包括三号玩家的发言 所以说你听这些东西吧 他已经告诉你 他是狼 你还非要找一些 自己脑补一些画面 认为他发出这种报匪的言 可能不是狼 那我就不理解 好吧 我是一定归三 跟他投就投我 愿意投就投我 无所谓 听我的就出三毒四 四号玩家是白痴 毒死 七号玩家是狼 送他赢 就这么简单点事 那你说怎么办呀 四号玩家他要是白痴 那我也凭什么赢啊 对不对 我就验酒 验文酒如果是金水 是狼更好 对吧 如果是金水 六号玩家 二号玩家全弄了 就完了 爱谁谁 好吧 我也不太管 好吧 归票三号玩家 验酒 经常发言结束 归票三号 请大家再到时候 别人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五号 一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十一号 投票给三号 二号 三号 慢了 这不行 二号 三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投票给一号 一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那没啥可说的 这不就有一个投我 那是投我 四投我 对吧 九 八 十都投我 那你本来 如果十二号玩家要投票了 那就还能有机会 对吧 因为现在其实也不一定输 因为现在其实也不一定输 这六个人就弄呗 你至于谁是混的 我不太像 像七号玩家盘什么 这个三是混子呀 混的四 四是狼人什么的 那我就太极限 因为 因为是什么的 你看啊 因为 首先第一 七号玩家是好人 我其实在理应来讲啊 我是应该无限听七号玩家给我的建议 对吧 比如说他认为三号玩家是那个混子 混的四号玩家是白痴 什么什么 然后四号玩家是狼 四号玩家跳白痴 什么二是狼 二的发言呢 其实我觉得啊 在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容错 但是我为什么不把二一定打死 像七号玩家提的建议 因为九号玩家的发言以及投票 我说了 警下一共四张牌 五九十一十二 对吧 我认为十一十二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可能不会来倒钩 那么五十五金水 请他救你一个九 且投的是三号玩家 我有理由认为你是狼人 对吧 那么呢 如果你不是 有啥可乐呢 如果你不是 那么呢 去这个六 因为六号玩家 虽然最后投的三 但是我刚才发言 他不是一直是要去战编三吗 所以六和二 我认为在那个情况下呢 是可以进行这个聊一聊的 那现在十号玩家 北京掌门是阎王吗 还是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 因为再听一听 北京掌门下一轮是发言 必定还有七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也没啥可说的 好吧 我认为四 四爱是啥是啥 可能是狼 我也不太认为四号 是狼三号是混的 好吧 警会给五过 五号人家当时 我认为一场 天黑起地 夜间也没啥好复盘的 好的 OK 那个小苹果姐姐 有话想对你们说吗 我现在说在刚刚 那个抽口红的事情 我准备送三只 因为好像那个 郭王大学并不是第一个 然后但是羊驼点了人家 然后也火了一把 刚好多人cue他 然后我cue一下那个 JY糖果艾米粒 你发个私信给我地址吧 刚刚大家找了找 你去第一个说出来的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你打算怎么送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今天晚上开一个 那个户外吧 然后去自己直播间里面送 总共送三只 好吧 一只光大学 一只JY糖果艾米粒 还有一只 我再抽一下 对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小苹果的那个直播间啊 那个你说一下 我在说下直播间 二四四二二四九五 二四四二二四九五 对 然后那我今天晚上也算一个吧 好 我也要努力一下 好吧 我也要努力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最后一个 去他的直播间 今天一会儿就抽了 哎 你看 你们真的狗 你说人家不发言 上来就三只口红 哦 昨夜 十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警长选择九或十一发言 九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请发言 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 这个这个 大家在上一轮都在讲这个混子的啊 就是混混 这个是原来这一局这个决定的这么重要啊 我帮一号是因为我是混子 我选了一号 所以我想让一号赢 而且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一号到底是什么 但如果他是一张狼人牌的话 也就意味着好像是有两张狼怂了 因为我帮了一号 但是他的票数不够四个人 所以我有理由 我觉得一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原来是 就是 我帮 我是单纯的想帮一号赢 然后 但是票数不对 我是混子 我混了一号 他是我的榜样 然后 前面 大家都说一号睡着了 非常伤心 是因为 我觉得没有人帮他 然后 我想帮他 但是我 我没想上井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上井 如果我一个人在下面 我可以投票 我特别 特别厉害 所以 一号如果是狼的话 他狼团队的票数 不够 还差了两票是吧 我是 我是好人 我觉得我混的是好人 我这局想推三号 我 12号 我上局有一肚子话想说 然后 又给我脚忘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为什么一直就是听得很懵 然后不想站边三号的原因 就是凭什么他给了四号一个好人身份 四号说自己是一个白痴 大家就所有人都能认定三号 就是一个真意愿家呢 这个理在哪儿 就是因为八号说 因为他俩关系好 他俩猜得很准 这个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是头一次跟他玩 我是接受不了 因为三号是个预言家 给四号一个好身份 说四号说那我就是白痴 那所有人说 那我相信他是个预言家 所有人都得跟他一起相信吗 我我接受不了 包括你后来所说的所有话 没有打动我 只有一个点打动我了 是什么 是你说如果他也 因为他不也跳白痴了吧 你说如果他要是个真白痴 为什么他在上井的时候不跳 这一点打动我了 让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但是就是你其他的错用 就是包括你 你没有去太分析每一个人 而我觉得一号好处是在 他每一个人都分析到了 而且到上次他被推出去 我还是觉得他没有什么团队 狼就这么弱吗 就是一个人也忽悠不动 然后也没有人跟他一起取票 然后就那么几个人 把他把狼给推出去了 我就觉得真的 我就觉得狼这么弱吗 我觉得你们都是高丸 就是我觉得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说脏话了 就是不至于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三号有问题 我还是觉得三号有问题 就是凭我的直觉 我是一个一直凭直觉玩家 然后也听你们发言 就是你们那个 他给他一个好身份 我是成立不了的 就因为他是个白痴吗 对吧 所以我不相信七号 跟你站起来想白痴 他是个真白痴 我不相信 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好人 我就也没办法相信 为什么 给我个理由 好吗 谢谢 过 二号玩家 那五号也没给一号玩家 五号也是无条件 相信一点 你不没有办法 你看 您您听一听 李老师的发言 您听到李老师的发言吗 李老师说 十号玩家是个高配 但是他第一天混了 十一号玩家 您听一下 十号玩家的发言 没有毛病 刚才反应慢 有的时候也是好的事情 因为你刚才反应快 咱就出局了 不好意思 这剧本有一点改编了 八号玩家 因为 我是彩评 你不会跟我计较吗 当然我没找到KS老师 KS老师 这个三 你是观音菩萨 Thank you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看小姐姐 其实呢 我是不想拍身份了 但是呢 关键是 如果我不拍身份 你也站不回来 我是猎人 你看啊 我跟你假设一下 这个人是个混子 他是好人对吗 没有刀 那他是个冤家 他验了50个好人 六七八 六头的是三 这个是好人 那个人是个 那个人是一个白痴 或者是狼 那他是混子 他只能是白痴 因为他们两个对挑了 那他是死掉的名好人 他早晚上吃刀 不管他吃刀还是吃毒 他死掉的是好人 我是好人 我是猎人 你不相信我可以开枪 那没有关系 你自己肯定不是 如果你是的话 等会投一下我 这个人是混子 没有关系 后面但凡有人跳猎人 你就投我 投死我 这种可以吗 那他不能是一个吃毒的猎人 这个牌里面是有的 对吧 那就没有关系了 能盘清楚了没有 那又没关系 因为我肯定是要跟八号玩家学习的 我刚才 因为他们老说我们是剧本 我以为就真的是剧本 我单纯你不是不知道 因为竞争也很精烈 对面也不跟你 那个他们对面就直接应论 我们肯定也是需要一些节目效果 我以为我们就是那个 那其实我看过 我以为没翻新 没想到现在是我落后了 我是三级 好吧 我马上去弄一下五级 这样也没关系 好不好 那听一下三号玩家验人 六号玩家 你变票肯定是听了一号玩家发言 觉得他发的很好 不可能 要不然不可能变票嘛 对不对 你不会跟我对挑猎人吧 你也不是白痴是吧 那就太好了 投个平民不为过吧 三号玩家请欢迎 今天初六 因为我验的六号玩家是查一下 他不是变票了吗 然后明天我要是活着 在五九里面报一个验人呗 因为我的精神 也不是觉得五号玩家是个好人吗 那我我其实不太那么认为 我说实话 我就觉得是一五六七 就这四个 然后今天头六 就这样吧 因为实在是 你们说的那个点 就是一号玩家为什么是狼 是因为他说七号玩家 四号玩家 为什么不抢七号玩家 是阴阳道工 四号玩家如果是真白痴 他是原家 我是狼 四号玩家顶上跳了一个白痴 帮一个狼号票 七号玩家拍他干嘛呀 他凭什么需要让四号玩家 想七号玩家是个狼 跳一张白痴呢 七号玩家凭什么要跳白痴 就是帮四号玩家把这个边占回来 对吧 就是四号玩家是白痴 他已经号票了 锦上帮三号玩家一个狼号票了 你们锦下的人也都信了四号玩家的 锦下的人都说 不是说因为四号玩家是白痴 说要占边三吗 那七号玩家起来拍这个词干嘛 对吧 然后我验的是六十叉叉 然后今天投掉六号玩家 好吧 团队这不是已经有一个二行吗 那你觉得四号玩家他是一个白痴 他有可能认错我 这不还有二号玩家一个猎人 不是也站出来了吗 然后今天把六号玩家投 六号玩家查上 我过了 四号玩家 我觉得狼是那个一五六十一 我觉得七是混 因为七如果是小狼 他没必要他跳 他后面还两个狼都有五跟六呢 他让五六跳就行了 他不会跳 所以我觉得七还是混子 十一是穿混子的狼 我觉得狼是一五六十一 七是狼混 因为昨天晚上女巫没撒毒嘛 那两边票型拉那么开 只有十二还在犹豫 我不再明你身份啊 不是 我觉得你可能是 那我就单点再对话一下你 至于你的一些质疑 对吧 你说为什么我跳白痴 我就 首先你觉得我们俩 是不是我是白痴 对吧 那么我认为三号玩家呢 他拿狼 可能大概率不太会来骗我 这是我对三号玩家的熟悉跟判断 那我觉得不是说 我跳了一个白痴 一定说强迫你去站边 那么只是我希望你能听一下我的意见 只是一个意见 我认为三号玩家比较像原家 那么你看他这轮查杀的六 那我们投六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如果听了发言 应该记得六号玩家上一轮 他说的是站边三 要听我的发言 但他最后投票是投的三 那么大家平时都知道 言行不一应该是狼人 那么三号玩家查杀六 投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是女巫呢 那就麻烦你在五跟十一里面选读一张 就你觉得因为十一号玩家 是跟你一块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一起玩的多不多 那你看你判断一下十一 那五跟十一你选一张去读掉 因为五号玩家 我上一轮已经劝成那样了 那你一点没有回头的意思 那也就不再劝 那好吗 那狼应该是一五六十一 我觉得七是会儿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七号玩家如果是小狼 不太轮得到他来跳白痴 我这么觉得 当然如果五你是那个 你是那站错标的女巫 那你再想想 因为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投错吧 一最后发言都那样了 对吧 那那怎么会呢 四跟七 我觉得首先那边八九十 他们狼是骗不到嘛 八九十骗不到 那把十砍了 十是女巫肯定撒毒 我们团队有女巫肯定撒毒 对吧 那女巫只能在犹豫的十二 或者五里面 那女巫还没撒毒 那万一他降错边了呢 对吧 那我得劝一劝呀 对吧 那我得努努力呀 那预言家非要验个便票的 我也理解不了 那随便吧 是吧 那就 还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应该大体能认下来了 到现在 因为可能仅上我的发言 你有点听着 可能有点什么 不太那什么 但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是白痴 就强迫大家站边 只是大家可以 听取一些我的意见 我又觉得你们俩说的 有点道理了 现在 我为什么投一号 是因为我觉得 七号是好人 所以我投了一号 所以我信了一号 我投了三号 因为我觉得七号是好人 但是这一轮下来吧 我也是个摇摆不定的一个小女子吧 我听完你们俩 我又觉得你们俩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也很淡定的那种感觉 感觉像是真的好人 所以我还是先听听后面的票 我因为我这局是好人身份 我得好好玩嘛 我先听听后面的票吧 过 六号玩家 那五如果你是个好人啊 因为我站边一了嘛 最后 所以五你一定是个精髓 那你自己看清自己底牌 你是不可能去跟三号玩家站边啊 因为三四两个人不是去打了你们 一五六七 这是三号玩家打的位置 然后四号玩家打的位置是 一五六十一 比如说每一个四郎的结构里面 你都是那张定狼牌 那你自己能看清自己的底牌 你知道自己是个好人还是个老 对不对 你是个好人 怎么可能去觉得三号玩家发言还可以呢 因为如果三号玩家在你心目中 在你觉得他们发言好 这一轮很淡定怎么样 那当然淡定啊 推了真的预言家 砍了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是神还是平平 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那肯定淡定啊 那三号玩家在这个位置能把 就是假设他是个预言家 我模拟万岁好人的视角嘛 我也不管 三号玩家是个预言家 能验得到六的吗 一定验不到啊 一定是在五跟十一里面去验 因为在他里面 我他觉得肯定是觉得五号 六号玩家比你们玩的玩的游戏 玩的更多一点嘛 那六号玩家如果编票了 怎么能吃着验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三四八九嘛 三四八九 说那八号玩家 你这么要不你来跳个女物嘛 对不对 你去抢一下十二号玩家的身份 去抢一下 我不懂啊 那你们那你们不然总而怎么骗呢 我觉得就是三四八九四个 应该是一张都少不了吧 然后一十一号玩家已经跳了混子嘛 他都混了一 因为我们站编一 其实对十一号玩家来说 这个游戏是 不管一是个什么身份 不管一是个什么身份 我也跟十二号玩家说 也不管一是个什么身份 十一号玩家一定跟着一走 一是个狼 他就是个十一 就是个狼混 一是个好人 是个冤家 十一就是个好人混 因为他已经跳了 所以狼哥就只 假设是站三的边 就只能是一五六七 七是个跟四号玩家 真白痴对照的汉条白痴 然后六是个鞭炮狼 你们站三只能是这样的 一五六七 一张都少不了 所以十二号玩家 你现在就让你 你愿不愿意相信 一五六七是个四个狼 如果你不愿意相信 那就跟我们一起投三 就很简单 你就听五号玩家 你觉得五号玩家 刚才这个位置 他如果是个狼 他可不可能说 听了三号玩家和四号玩家 发言说 哎呀我好像是不是 不确定 他说他今天忽然说不确定了 所以十二号玩家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女 或者你是个好人 你还是可以回得了这个头的 回得了这个头的 因为如果假设你回到头 一号玩家已经死了 五六七加十一 因为十一号玩家 反正他是无条件 无成本跟着我们走的 因为我们占没一嘛 所以我们吵上线十个人 加上你 我们是有五点五票 我们是可以投掉 投掉三号汉潮狼人排的 好吧 我就不多发言了 七号玩家可以订票 订个三个也过了 七号玩家进发言 就你这发言我还进三呢 你不是你为什么要砍十号 六号 你砍十号是啥意思 那你们不是有人倒勾了吗 上一盘是不是就差一票 非要勾 不倒勾不就把三冲出去了吗 因为你发言就不应该倒勾 因为那个位置已经要冲了 你非要倒勾 你一倒勾 你那个队友就跟你一块倒勾了 那你干嘛不砍三呀 那三号万一把八咽出是个狼 那怎么办 我们不就交牌了吗 对吧 那我是混的 我肯定我混的一 我肯定狼混 不用咽我 那你们就把三砍了 别让三说话 有人倒勾 你不砍三 还让三冲人吗 你赶紧把三砍了呀 怎么回事六号 你要不自爆把三砍了 因为我确实是个狼混 我也自爆不了 那你还要让后面都发言吗 那发言 那你不就自爆啊 这他妈得轻松 放钱踩着你 那是反应吗 人让你爆你就听不懂 哎 我真的妈不服 你干嘛 你干嘛 六号自爆进入黑夜 我们回来了 到了吗 对 因为 很尴尬 就是 刚才说 听三订票 然后觉得24都是坏身份 然后一票举了三 不是感觉 KS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歪哥身上 他也不谈 自己为什么变票了 歪哥 你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然后歪哥 想了想 确实没法救了 是你洗不干净了 确实因为票情不够 确实洗不干净 然后歪哥就算了算了 就这样了 然后就可能 得看最后一轮 关键轮次了 这样就 然后后面 我再给大家 附一下盘吧 因为中间能说的东西 比较少 昨夜双死 三号 七号 没有一言 今早选择四或八发言 是你 四号 你俩请发言 把七读了呀 读了读了吧 就当他是个狼 在装混 读了读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好东西 读了读了 那先出十一嘛 那七十一 总归是一个混 一个狼 不能有好人嘛 那七要是 能出十一嘛 先 那个女巫 麻烦跳一下 五个十二身 谁是女巫 麻烦跳一下 把银水抱一 五号 还让金水先发言 这不是被砍死了吗 我不是金水吗 金水还要先发言呢 不知道五 五在干嘛 听八归票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 好吧 反正八肯定 八的战术素养 肯定不是那个 倒钩的浪漫 你不用听气了 那怎么可能 昨天五点五票 八倒钩 昨天头 我没觉得有钩呀 没钩的话 那木木是倒钩啊 不至于吧 木木倒钩 那没狼啊 那 因为就是五号出个坑嘛 最多 那五的所作所为 是好人 也挺离谱 有可能吧 因为五最后 好像有点动摇 而且KS在骗我的票 那为什么狼都盯着你骗呢 五号 你看这个一 这个六 这些人 为什么 假设啊 假设你是狼 就当我败车 因为我真的觉得 你开牌还像好人 那我第一轮劝你那么久 我发言三分钟 就只有三分钟 我大概劝了你一分钟 你都光一票三 那我当时发言觉得你不太能是好人 对吧 那你麻烦五十二里的女巫跳一跳呗 那咱排个坑呗 对吧 因为十二号玩家 确实我上一轮又劝了你两分钟 但是你如果是个狼 你的眼睛那么逼真 我也不知道 因为咱第一次玩 但我觉得确实每个人发言 你都那么认真 然后最后真的很犹豫 投票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不太是 八号玩家结票嘛 没关系 那头十一我个人觉得 那五十二再游一游 搞一搞 九还能是勾 都不太现实 我觉得 就这样吧 独气就独气 过了过 三号玩家 二号玩家是朋友 这狗啊 木木不可能勾的呀 真是不可能的 五号玩家最后是战错队的 我不能接受五号玩家是好人 那不可能是好人 这怎么还做好人啊 那我如果还是个好人 他说七号 他能看见七号玩家是好人 不会真是好人吧 那就 那就只有十一和十二 所以倒勾 因为你看啊 七肯定是不是狼嘛 七不是狼 他 他说的是有人倒勾 没人倒勾就一个亚手的狼 因为他是亚手狼嘛 没倒勾 不可能有倒勾 如果有倒勾 又有三个好人投错票 对吧 其实混 哎呦 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混 你认五十好人 再有一个倒勾 是不是三个好人站错队啊 怎么可能啊 就我们 就我们 那我提前投降 不要折磨我 因为你看 还是那个 是是这个的 那可以投降 可以 哥 你跟着你归 因为五十好人 他都不怀疑你的 因为五十好人 十二九十狼 这是没 这不可能有容错了 你知道因为 因为这个公交车上面 就只有两个位子 你是那 我不会认为你是好人 因为牛肉干老师 认为你是好人 因为我跟牛肉干老师对话 因为他认为你是好人 因为在我的事业里 是不可能 因为 你你是 就是 就是鲁啊鲁 那个你是 他是在 他是在泉水里面的 泉水 泉水里面的好人 你说你说七十 七十大好人 所以你是不可能回头的 哦 KS最后发言 是冲 哦 我不知道了 反正先把 先把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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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老师那个 你看狼已经跟你跳混子了嘛 他他肯定是被牛赌了 麻烦 对弄他 他坏嘛 好吧 别的没什么 女巫老师 女巫老师 八九可以不跳嘛 如果十二您是的话 您跳一下 好不好 过了 十二号玩家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平民 我不是女巫 我 我因为我一直在 就是前面的时候 我一直在怀疑是三号 他是狼 我知道 说实话 我直到上一轮 那个七号 说什么 我是狼混 然后六号 怎么怎么着的 我才知道 原来到狼了 我才知道 我站错团队了 我真的一直以来 我都会相信一号 我没有相信三号 因为我不理解 四号 为什么他是什么 大家就跟着他走 结果上个人 他给我的答案 就是因为我俩很好 我们懂我的人都知道 我俩很好 我很了解他 他是什么 绝对没有错 就是这个感觉 可能告诉我 给你的借鉴 你可以去选择相信我 因为我是 跟你们头一次玩 我是选择相信证据 所以我一直不相信三号 我觉得你们是无脑沾鞭 因为他没有团队 我相信一号 如果我要是狼的话 我就直接 我还装什么懵 听什么话呀 直接跟狼一起冲来 杀人就完事了 因为我不是 我是我是好人 我一直在选择 直到上次的时候 我还在相信 一号是好人 三号是狼 我也不是女巫 我就是个好人 那十一号 他刚才说 他是混子 然后他又跳出来 他是狼混 我就不知道 他这个反正一直 做法也不是特别好 那鉴于 他是真狼的情况 他一直向他玩 他肯定要出局 那是他出局之后 是还有一个狼吗 一号 六号 两个狼爆了 七号 也可能是个狼 三个狼 那就是还有一个狼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好人 过 十一号 我觉得就 别浪费时间了 因为一号都已经 就是都死掉了 我也没有什么刀刃功能 因为 这个到最后 这个一步了 我说一下 这个十二号 应该是 我就帮个好人 玩证明一下 我的观点 因为我刚开始 认这个一号 我先回答一下 二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十号 是我的楷模 我要认这个一号 因为我认的 其实不是一号 但是最后认了一号 那就认了 所以我就要跟着 这个一号一直玩 但是第一轮 我一直坚信 一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一直坚信 一号是一张真预言家 因为我无法接受 四号认为 因为你们认为 四号是一张白痴牌 他跳出来跟着一个三 所以我们的 包括十号也说 因为你的身份比较低 所以你就得认 我不太理解 我是一种好强的心 所以我坚信着一号 但是这个六号 最后暴老了 对吧 那个六号 七号 我不知道 这个七号最后 他说他是个混子牌 他抢我身份 但是我觉得 他能帮我赢 但是到最后 这个七号 也没有什么刀刃功能 你们推了我 还得浪费一天 直接推这个十二 我觉得游戏结束 好吧 我要证明我是对的 或者我跟这个十二 要不就是我先把这个五帮你给推出去 好吧 我听一下八号归票 我是一张混子牌 我不能被人抢身份 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过 九号你家 我归票呢 很远跟八号先归 但是呢 游戏就不发有什么意见了 我就只想说一下 却KS的素质是日益见差了 那上一轮 因为那边转着发言嘛 KS在这边对着我 你站左边啦 你站左边啦 不要站回来 我当时说 这么赖嘛 就为了不化妆 他也化过了呀 他有什么无所畏惧 不都吃点柠檬吗 我想呢 我们远道而来 对吧 李斯做了四个小时 我好歹 那个半个小时 但也是时间嘛 对吧 过来了 然后KS这样 我觉得为我好 我可能真的站左边了 到那KS说 八九 两张狼人牌 我才知道 原来KS现在已经能到如此地步了 即便是这样 他都赢不了 我也不能让他赢吧 他都这样了 你就听八号玩家归票 我觉得十一是狼 我觉得十一是狼 我觉得他蛮会玩的 然后他跳起来认混子 其实他一定能知道混子 还能帮狼争轮次的 所以他越认混子 就真的越像狼 所以还是先把十一投了 建议 然后十二和五 那十二不是女巫 就是五是女巫了 反正我不是 我是女巫 KS早就没了 就这样吧 过了 八号玩家 就挺羞耻的 我们想到六号牌 现在就是变成这个笔样 就咱们玩一个狼人杀 就聊在场上聊逻辑 然后你如果说 希望用状态骗人 那就要通过你的发言 提状态来去误导别人 那可以 我真想不到 他能去场外去跟别人说话 就这种行为真的是不提倡 我真的为他感到羞愧 然后这是关于KS的内容 然后关于场上的内容 就是十二号牌 你其实就得跳个女巫 你不跳女巫 这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你不跳女巫 五就是女巫 五就是女巫的话 你们就已经变不了了 因为一跳了个猎人 四是白尺 我自己底牌是个好人 九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好人牌 那四也说了 他觉得七像个混子 包括七刚才自己也说了 七那么明显给这个六地化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七是个狼混 让六去自爆 但六光研就场外那些东西了 场内的狼杀技术一点不提升 最后很蠢的 反应了三十多秒 才想起来自爆这个事 就很无语 那就没办法 就是你们十一十二顺出 你们刀不够了 其实可以选择交牌 咱们不用再去浪费时间了 因为三张神牌 两张平民牌 这个是不是平民你们砍死的 这是女巫堵走了一个混子牌 今天把你出了 你们还有一刀 一刀你们也砍不完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们选择交牌了 那为什么你十二排是个狼人牌 你一直在说一句话是 一号牌没有团队 你们凭什么新四号牌 四号牌怎么就牛逼 一号牌有团队 你第一天是七票 不是七票 你是慢出 你但凡反应快点出了 三就死了 那说明什么 除了你外还有五票投在这个三人身上 这是没有团队吗 那五票是啥呢 三张狼人牌 一个狼混牌 一个站错边的好人牌 你是一个慢出的狼人牌 然后我还发现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可能是一个演员的身份 然后这个比较善于表演 所有好人在跟你对话的时候 你都以一种 接受肯定的状态去表示 但是呢 投票的时候特别有自己的主意 因为狼人其实没有跟你对话 但是好人跟你对话 你全点头 点按头以后不停 反手就一票投好人身上 那你就已经解救不了了 就十一十二顺楚吧 我没什么 我身杰已经就交牌了 就交牌咱们别浪费时间了 因为还有一局呢 别对话 先把十一处了吧 好了 翻结束 请张请归票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还能发什么呢 除了道歉还能说啥呢 我就是女巫呀 我也不知道为啥一直说 我第一局就是九号死了 我就救了他呀 然后后来我一直跟着一 那是因为一发了言 我觉得他第一开始保了我嘛 我就信了 后来只要他保了我 我信了他之后 不管你们谁跟我说 我都觉得你们在骗我 所以我这个逻辑 我就一直坚信着他 但后来为什么我 像二号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发言没有倒戈 但是我晚上读人的时候 我倒戈了呀 我虽然我发言的时候 没有说三四号我相信 但是我读人的时候 我读了七号呀 为什么读七号 因为我坚信11号是混子 因为我觉得11号不像是 是个狼 然后跳混子 说我是混子 我觉得看他最近就是 因为三号四号的发言 不是说你们劝不了我 而是说可能是我听不太懂 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11号跟12号 跟我的表情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很努力的听 但是也是我的就是能力问题 所以我觉得11号不太像是 披着狼的混子 所以我坚信他是个真混子 然后七号再披他的衣服 我就把它堵死了 然后六号是自爆的 那而且七号给六号 就是还留言 就是说你赶紧自爆吧 然后六号爆了 那七号就是坏人吧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对我女巫就是 就是做了这种事情 这几个晚上 然后归票我归谁呀 我也不知道谁是了 那就把混子投出去吧 先投11吧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过了吗 哦 警长归票11号 请他到时候逼人投票 3 2 1 请投票 2号 3号 4号 7号 9号 12号投票11号 11号投票的是 自己 全票出局 请留一言 我是一个好混子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狼 我特想赢的 其实我也没什么想说的了 感谢 到最后 我一直在试图着 这个这个帮着狼赢 但是没办法 好 过了 一言结束 天黑请闭眼 好 我们回来了 然后其实 这局就 已经没了 对 狼队其实已经没了 因为这局 我一会跟大家说吧 其实这局能讲的东西 能复盘的东西 还是挺多的 对吧 然后 那个小苹果 姐姐 那个 那两支口红 我听说已经送了 那两个口红 我已经买了 送出去了 是的 9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紧张选择8或12发言 我先说吧 12号请发言 我觉得就是很明亮了 我真的是个好人 然后这三个是神 然后他刚才还那么踩 我只能说 你们玩的挺好 就是什么什么倒沟啊 玩挺 我真的不是特别会玩 我就是一直是好人 我虽然蒙 他抓住我的什么 说我什么慧眼 我一直在接受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意见了 我当然我要听别人的 不是说我点头代表说 我相信你 而是说你给我传达的东西 我接受到了 但是我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我也要有自己的判断 我是听别人说话 然后我 我说我的判断 我想选谁 我都说了 如果我要是狼 我不用听你们那么多 跟我们的狼队队友一起冲 我们就完事了 我何至于在那什么 又慢半盘 又怎么怎么 在那思考 怎么怎么样的 我一路也在说出了 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就是刚开始 相信的是一号 后来直到六号走了 我才相信的是三号 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一个好人 我就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那我三个都是神 那只能说八号 你玩的太牛逼了 这倒垢打他 我说一下 二号玩家 其实你已经很尽力了 其实和你们关系 因为最主要五是有身份 如果五没身份 在我的事业里 我是一定投五的 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资格 去投第一天 投 就是八现在 就是除非 除非八发言就把牌翻出来 或者说他就说 我是狼 我才会投他 不然我是一定会投你的 因为全世界五号玩家 我们交流一下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说七号玩家是狼 七叫六字爆 七十郎不就七字爆了吗 这个你能明白吗 七为什么叫六字爆 是因为砍三吗 那七十郎不就直接砍三了吗 这个你能理解 有可能不太理解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赢了 谢谢 谢谢 我终于可以赢一次 我好感动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好 谢谢刘晓松不是狼 谢谢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一直以为 因为 其实 这就是面纱 因为我们第一次玩 我真的以为 因为我 我觉得他铁了 但是他不跳女巫 但两个人跳个女巫 我们也投十一 当然投十一 他们也不能砍 他砍白痴 再推一轮 所以那个 因为十一 他一定 你看啊 十一如果是个混子 谁给他比 比划混子 他没有混子 手势是没办法比划的 那个老流氓已经出去了 那个也出去了 他不会自己跳混子 而且他是混子 第一天就跳了 别的没什么 反正也不重要 因为我们三个绑票了 都因为 所以你规矩都是不重要的 因为我们三个绑票了 你懂我啥意思吗 别的没有了 那个就投十 拜拜 六 我是二伯 因为 我所谓的嘛 那 八倒钩了 八倒钩 八不倒钩 不狼也赢了吗 八不倒钩 第二天砍一个 不是直接屠城了吗 那不是本来狼也赢吗 那只能投十二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因为八投的票 因为十二号玩家 我也不想说为啥的 因为 就这么简单 八是狼 他第一天 只要投三 狼就赢了 那就是因为好人 犯了一些错误 对吧 那就是本来也该输 而且 就没啥 就这样 而且我没追八是狼 你投十二 过了 五号玩家 咋就都没啥了 我就觉得十二是好人 我现在就觉得 他这已经委屈成这样了 我现在没有觉得十二是狼 而且他刚才都已经那么激烈 都说交牌就可以交 我觉得十二是好人 那该不会现场三个狼 不至于吧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现在就认定 我就觉得十二像好人 我不觉得他是狼 那我 投个四试试 我先听听后面的朋友 太难了 八号玩家 是这样 假如说 我底牌是一张狼人牌 十二是一张好人牌 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们在警察都给一 投了票 一拿了警徽 这个人是一张狼 混牌 第一天我就没有必要倒狗 我可以发我像六一样发言的时候倒狗 投票的时候 我投在三身上 三死了 晚上在外之位砍一刀 我们就有五点五票 场上十个人 我们有五点五票 就要绑票获胜 这个是 玉女猎白混 拿到确认场上有狼混的时候 一个最基本的规则 所以说 通过这个规则 就已经印证了 我不能底牌为一张狼人牌 因为我底牌为一张狼人牌的时候 你们十二和五两张牌已经 警下给一上票了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打倒狗了 所以说十二很敬业 但是没有用 就你得试一张狼人牌 就出你一回事了 别的就不多给我解释了吧 就投十二过了 警长请归票 我说谁有用 老师 他人都会给我的呀 归一个 归一个 归二 警长归票二号 请再到手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五号 投票二号 十二号 投票八号 其余三名玩家投票十二号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他只能是狼 因为我是狼 我不会盗狗 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我要发言 所以我没有举手 你投一票我们就赢了 你知道我真的要投票了 但是我以为当我发言了 然后就说开始了 我就想问 我说我还没发言呢 然后刚才 我为什么没有跳女巫的原因 就是我以为你 这种游戏的狼人牌是 一号 六号 十一号 和十二号 游戏家是三号 女巫是五号 猎人是二号 白痴是四号 平民是八号 九号 十号 混血儿是七号 好人胜利 好人胜利 是我说错了吗 那应该是我说错了 好人胜利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呢 第一天晚上 七号混血儿 选择一号为榜样 狼人落刀 九号 平民牌 女巫使用解药 游戏家 验四号 为金水 第一天白天 一号 狼人牌 当选警长 一号 狼人牌 被公投出局 警辉 飞给了五号 第二天夜晚 狼人落刀 十号 平民牌 游戏家 验六号 为茶沙 第二天白天 六号 狼人牌 自暴 第三天夜晚 狼人落刀 三号 游戏家 女巫 开毒 七号 混血儿 排 游戏家 验五号 为金水 第三天白天 十一号 狼人牌 被公投出局 第四天夜晚 狼人落刀 九号 平民牌 第四天白天 十二号 长最后一张 狼人牌 被公投出局 然后游戏结束 好人胜利 对不起 昨天晚上 没有睡觉 所以今天有点懵 然后那个 我们第二局游戏 是好人胜利 我们休息会 开始第三局游戏 我以为我死吧 我刚刚吓一跳 他说狼人胜利 懵了 不是 他说狼人胜利 那一瞬间 我以为是这样的票行 就是五投二 我以为王宝宝 投了一票五 生气了 我就投一票五 然后那个二和 那个五和十二 投的是八 然后 不 五和十二投的是二 那也不 那也胜利不了 那他猎人能开枪 对 那也胜利不了 我又 哎 没关系 那我就先跟大家简单 费下盘 其实这局呢 因为我自己 也在私底下 跟小苹果 那个算票嘛 这个副盘 也跟大家说 一个玩蓝沙 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要算票 这个算票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算的票 是 一五六七十一十二 一定会去投到 三投上 最后我 预判的票刑 是六点五比六 对 然后他公布的时候 是一五六七十一 投的时候 那一瞬间 我 我 我人有点懵 好像那个十二 举慢了 呃 对 他可能在犹豫 然后犹豫 然后就慢举了 慢举了 然后就没有算上 这是第一个十五点 就是五点五比六 可能就是十二号玩家 没有 这不能说十二号玩家 玩的不好啊 就是说十二号玩家 他就是没有急 他最后也是举的三 就是举慢了而已 可能就还在思考 没回过神的 对 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 以后算票的时候 算的快一点 然后这是第一点 因为狼混一定会跟着 他们去投票嘛 所以说只需要拉到五 这一票 然后第二失误的点呢 其实就是歪哥 其实做了一个 很骚的操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看懂啊 就是他们第二天 刀了十之后 歪哥那个发言啊 就是自己在往 自己脑门上引毒 就是他让凯茨自爆 然后因为五跳了女巫的话 凯茨哥觉得呢 如果六字爆了 女巫大概率会毒他 那时候的狼队 只要去刀 平民是能赢的 你想他们第一天晚上 刀了十 这张平民牌 四神裸作第二轮 四跳了白痴 那个五跳了女巫 二跳了猎人 四神裸作 然后歪哥挡了这瓶毒 石已经死了 然后歪哥只要吃毒 他们夜里去砍一刀平民 白天起来就是两狼打一神 所以说歪哥这波操作 其实做的是挺精彩的 但是可能狼队没有心灵 神会到 然后就这波操作就白操作 但是歪哥也不能 就是说的很直白 就是说 哎 我晚上就吃毒 你们就砍平民吧 你们也不用砍冤家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女巫就不会去毒歪哥了 所以说歪哥呢 他只能做到 让自己吃毒 但是他是希望狼队 能领会到去 这刀去刀平民呢 但是狼队呢 也没有去刀平民 导致输了吧 反正就觉得 这局有点可惜吧 但是 五号 那个曹雪小姐也很优秀 在第二夜 坚守住了 这瓶毒没有送出去 对 我们都说第二天 起床看看状况 没准还能赢 这瓶毒如果送出去了的话 其实 但是刀石就很伤 因为刀石这瓶毒 送上送出去了 还是 还是三郎三神三民的局 所以说也也是不好打 但没办法 这种东西 所以说 哎 也不是12号玩家 说玩的不好 其实12号玩家 我觉得他的发言呀 他的逻辑啊 其实就是都挺好的 只不过呢 咱们这个局啊 就是质量是特别高的一个局 对吧 玩家的水平都比较高 所以说呢 但凡就是可能稍微输一点 然后大家就觉得是菜的 其实也不是 因为你就像很多人 他都不算 就是没有算票这个意识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 我停留在 比如说混一混 滑一滑水啊 能倒沟啊 倒沟住了 比如说我最后一天 还能有个生死批的轮次 12号小姐也是想的 我最后可能跟8号 还有一个生死批的环节 但是所有的人呢 就是因为咱这个局呢 就是狼人首先就比较难赢 所以说呢 得就是打的细一点 狼人必须要做到很细很细的东西 才能赢 否则的话就赢不了 其实也不是说KS菜吧 反正因为 因为就是 其实KS那个倒沟投反票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12号玩家能去 但12号玩家 他确实是举了三 他是只不过是慢举没算 所以说你们不能说 12号玩家就没举三 他说人家慢举了 KS是觉得呢 他12号毕竟在景下 站边的是1号玩家嘛 对吗 他觉得那个12号玩家 铁铁头三 三号玩家 甚至说KS觉得我发言 可以随便发一发就行 所以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说 这局其实狼队输得有点可惜吧 是 我觉得Y哥拿红子很秀一点 对 但是刺爆没点刀 这个确实是KS有点问题 是的 对 这个 对 因为刺爆了之后 Y哥这瓶毒是 因为 因为5号玩家 其实可能换别的女巫的话 可能就不会读Y哥了 对吧 像曹夕月小姐姐这种 就是玩这个板子比较少的 这是大概率 Y哥能领到这瓶毒 Y哥的这个发言呢 就确实是去领毒的发言 所以说呢 他就是这样 所以说KS可能 这第二轮KS没有算对轮次 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就是KS也稍微差点意思 所以说这局狼队 打的稍微 稍微 稍微有点瑕疵 有点瑕疵 然后你说一下 你那口红色号 他们有人问你那口红色号 是真心想问吗 06 就是银色的管 06 能看到吗 他看是肯定看不到了 就是银色的外壳 然后是6号色号 对对对 然后大家 然后那两支 我已经送出去了 已经买了刚好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支 大家可以在那个结束的时候 去小苹果的直播间 去抽一下 然后他平常他也跟我说 他玩恐惧之间 是吧 和外格经常一块玩 恐惧之间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 你看你们真的挺好的了 优柔好汉在这解说 你们啥都东西都得不到 整天除了听什么 这人痴疮犯了 那人牙又什么不雅的东西 都登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看对吧 比如说你们 我结婚的时候 我答应送你们一个 那个3090 到时候看看 跟外哥调节调节时间 看他能不能去参加我的婚礼 对吧 然后这个小姐姐 你们今天又套路到了三支口红 对三支 对吧 我觉得其实 姐说以后谁来 谁不用来 就不用我多说 再多说什么了吧 对吧 明天明天来了 该怎么对我旁边的这个 就大家我就觉得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 对吧 就喷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 我们几个女生天天被喷哭啊 玩恐惧之间的时候 是吗 那确实确实确实是这样 对吧 羊驼今天送点 我 我今天 弹幕来读 我今天肯定是不能送的 但我承诺你们的 就是说好了 结婚送就结婚送 3090其实还蛮贵的 我昨天 我那天 去查了一下 3090的显卡过万了 都 都过万了 我觉得你们是 但是 但是你们放心 这个肯定是我说 说过的 就肯定会做到 好吧 说到肯定就会做到 就3090 会给你们送出来 然后其他的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 哪个 你觉得 因为Y哥平常也播 那个恐惧之间吗 你觉得恐惧之间 跟狼人杀 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 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 基本上玩恐惧之间 Y哥天天吃手刀 是吗 就天天一群人 恐惧之间是 就莫名其妙的 就第一个死掉了 人家就是 就是进了黑夜 人家就是追着砍你是吧 也不是 也差不多吧 就是好人做任务 然后狼人就刀人 对 我送3090给 我送不送Y哥 他也 他不差 他不差这个东西 他肯定也就让我送给你们 我结婚其实也快了 就当给你们一个 那个礼物吧 好吧 我都送三只口红了 还有想念 优柔老实的 我的天 你们这个太离谱了 我弹幕我都看不下去 真的真的 这个我也觉得 我都有点看不下去 然后我们就看看 第三局 一会儿就是狼腔的板子吧 对 然后 又是有守卫 对 然后其实我 因为 因为可能 因为过段时间 因为我要去广州了嘛 可能就是也 也也也 就是很少 有机会能 能来这个精神大赛 再给大家 就是解说了 然后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有机会 肯定还是会来的 但是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吐露一下一个老 狼人杀玩家的心声 就是我希望大家以后 因为大家还在看精神大赛赛 其实狼人杀这个能坚持到现在 其实挺不容易的 你像我都没有坚持下来 我18年就不玩了 所以说我觉得 呃 不管怎么说啊 大家能坚持下来的玩家 都喜爱狼人杀 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去喷这个菜 那个菜 其实呃 这个是我真心的话 因为我以前在GIC玩狼人杀的时候 经常看我直播的时候 我我那时候是真的 就是经常会喷这个菜 喷那个菜啊 呃 就到就是胜负欲特别强 然后到后来 其实你发现呢 往往就是狼人杀 本来就是一个交友的游戏嘛 多多一点包容啊 其实大家都喜欢跟你玩游戏 当大家都喜欢跟你玩游戏的时候呢 其实呃 就是呃 大家都喜欢你 然后就是 你这个人性格也好啊 怎么着都赢得喜欢了 所以说你的社交你就赢了 所以说狼人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就是比如说像刘奥松啊 一开始可能玩的也不不不是很好啊 他也在慢慢进步 现在进步的已经很好了 包括像KS呀 这种对吧 你要比如说你要真的 玩的就是特别厉害 但是你特别能喷的话 一个个的把直播件 不是把直播件 就把你身边的朋友喷的都不愿意跟你玩了 对吧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也不是很好 所以哎 其实不管别人吧 包括网网网杀 大家说有的欠喷怎么着的 反正我觉得能做好自己就挺好的 然后狼人杀其实也也也就能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嘛 对吧 我们精神大师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也不是说是什么正规的一个比赛 就是大家朋友坐一块聊聊天啊 你们看的开心啊 氛围也好啊 对吧 然后他们嘉宾玩的也开心啊 其实大家胜负欲都不中的 对吧 所以说嘉宾都没把胜负欲放那么中 所以说各位弹幕就是也弹幕老爷爷就是口下留情 好吧 也口下留情 我觉得来的嘉宾啊什么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你比我想象当中话多超多 是我太不能舍了吗 嗯 也也也不是吧 主要是我怕你把我捅 好 主要我我确实怕你把我捅了 好吧 其实 其实我觉得 那么问你什么时候能上场呀 问我什么时候能上场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争取一下吧 比如说你们要真想看我上场的话 我这个这个这个得跟外哥商量商量 每期都是嘉宾都是定好的嘛 所以说我也不一定能 就是说一定能上场 因为我可能月底就要去广州 对所以说呃还有两期也不一不知道人是不是能安排满吗 如果没满的话我可以见风插针一下 如果人都安排满的话那就很可惜 比如说呃下一季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可以争取一下这种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我其实上场就我没啥节目效果的除了就是表演表演哭但是对吧 其实哭确实也也有对狼人杀的不舍哭 但是呢我我还是会正常游戏的也不会就是说像三号四号呀包括呃九号十号呀就是那么的包括七号八号呀那么的有节目效果 包括二号玩家当然最有节目效果呢还是二号玩家对吧 所以说我也会就是我上场可能就比较干燥就是一本正经的在盘逻辑 把我在解说间说的东西就在那个场上说其实我第一轮也没有板子我是第一天结束的时候今夜的时候要的板子 所以我就是我你们听我给你们分析就是我我我就是正常的视角当然只不过就 就还是直接开了还是直接开了是吧就是没有拿狼的视角对所以说就是这样 李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每期嘉宾都都是那个对你别让我一个人干说 好好我刚试图把这个放下来我就看不到弹幕了就开始听你说不好意思直播间好呀二四四二二四九五 二四四二二四九五是啊挺不会接受的我在努力好吗 其实其实坏了那这样吧我扎你吧好好好说话我就扎你了扎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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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笔扎你吧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说了对吧 时间小点小点 男生大不动 你这样反正反正你也没穿裙你也没穿裤子吗直接就是穿短裤子吗什么叫我没穿裤子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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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说话 打扰了打扰了好好说话就是你没穿长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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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扎你就不太合适就直接这是属于真的刀刀刀就是比比刀肉了就直接扎到腿了所以说就扎你也不太好别别别打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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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太可怕他们还只能看到上身 确实确实打扰打扰了打扰了 对然后 我们就没有白天环节了也是直接入夜 对直接入夜然后就一会儿就天黑了 我听到首位请睁眼了 哎你们这起来看看就过分了起来看看一会儿直播间疯了怎么办呀 这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起来看就说不定就直播间疯没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可能今天穿的就是稍微有点短嘛 就是裤子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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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我哎坏了坏了坏了这这变成我怎么还变成 因为那边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在夜间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怎么怎么第三局是狼枪守卫的板子 啊对第三局是狼枪守卫的板子 哎怎么还有说我吃毒食的哎这个这个就尴尬了 这个我没吃毒食好吧真能说他拿他拿衣服盖着腿 所以我根本看不到所以你们压根就别说我在吃毒食好吧 其实我真的很想分享给你们 但是你们可以去他直播间看的他一会儿就开户外了吗 对我一会儿开一下户外把那个口红给抽了 对他还有一只口红没错 他有一只口红 然后想看腿的小姐姐不是打扰了想看腿的小哥哥们就可以去他的直播间到时候去看了 好吧到时候就可以去他的直播 他们说看到哦 然后我天亮